说的备用机呀 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iphone8iphone8plusiphonex这样的机型 但是很多的网友可能没有去了解iphone还有一款s12的机型 这款机型是2020年发布的 采用a13的处理器 根据iphone11才用相同的处理器 那么64g带华箱本还原真实 我们去一探究竟 把这对于扣缝 这个摆的可以 这个打个磨的打磨的不要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两这个这个是有打个磨的 你看下这个镜头往这里 它是圆锐的 然后他这个没打磨的啊 这个为什么没打磨的 所以打磨的 他本来说是要黑色的 但是这里没有黑色的了 就只有一个白的 我看一下白色的 现在也打个磨 再写了 又写了打磨的 打磨的就不要换一点 我这么难掉 去看的那一个好一点的 这些都拿进去吧 我这都在你这里拿过那么多了 这还有还不知道啊 因为这第一次来你这里了啊 红色他不要 他不要 测一下这个屏幕屏幕没关系的 电子看一下还有92% 这个是美版的啊 美版的64白色的 这里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的小颗 丁一丁点啊 这个是尿机的橙色 所谓这些的话 我就说一下 没问题好 去这个吧 好了 2450 128的现在多少128 啊 这 那几五是吧 好的 还先走了啊 电机报告过的吧 电机报告吧 所以成立的成立的 成立的ok 它就这样了吧 1450拿下64g无所板 亮机橙色 s12跟iphone8采用相同4.7英寸的屏幕 不过它唯一的优点是搭配a13的处理器 性能还是比较的强悍 好啦 点赞关注火狼哥选机路上少翻车 下期内容不见不散 拜拜